請問鞋鞋吃了 採取下鍊哪一種方式處理最為恰當 A 塞報紙在鞋內 B 曬太陽 D 用吹風機吹 D 用暖爐烘烤 這個難嗎 每一個都可以用 妳是不是很少穿B 因為大爺的身高夠 所以他一般鞋子不用穿太高 沒有啊 暴露 這麼高還要穿寶的這樣 妳應該有178到180 182啊 182啊 我179加鞋墊182 對啊 妳看我先幫妳上網路 妳重身高還加鞋墊 那我重身高怎麼辦呢 對不對 沒有啊 現在很多名模都把我逼死了 我比較願意腳踏實第一點 好 那妳的答案是什麼 應該是曬太陽吧 我覺得 求救好了 123 全哪一樣 怎麼翻回去啊 剛剛3感覺是那個比較貴的 那我就選3 選3是吧 他們剛剛有換嗎 說不定啊 好像沒換 他沒空換了 剛剛 我選1好了 選1 你幹嘛看清工作人員 他選1是吧 他認為我們沒空換 好不好 確定喔 確定 換了啦 本來要選3 3是免費 對 工作人員剛剛不是一直在忙碌嗎 我提示你啊 工作人員也在那邊啊 但這個人 他偷偷摸摸的速度很快 我摸到後面去啊 所以現在欠完3千分啦 那答對有5千 所以還會得到正2千 自己來決定了 去掉兩個被選答案 去兩個 A 塞報紙在鞋內 C 用吹風機吹 這兩個我都用過耶 C 用吹風機吹 確定嗎 確定 好 一起來看看 是否是正確的愚蠢答案 絕對不是的啦 應該是放報紙了 C 用吹風機吹 C 用吹風機吹 幹嘛啦 A啦 等等 不可以到 除毛遺痴 什麼啦 不可以到 她幫妳吸油啦 等一下 妳要幹嘛 幫妳吸油 她幫妳吸油喔 讓妳臉小一點啦 對啊 幫妳按摩臉 很有用喔 正妹幫妳按摩臉的 等一下 妳應該自拍的按摩 然後應該不會太開心 感覺好兔子 她剛剛叫好Man喔 等一下 我的臉座皮喔 吹風機吹的話其實會變形 對 那個皮會變形 用太陽曬也會變形 而且這樣媽媽吹頭髮 會有那個腳臭味 等一下 怎麼付這麼多分啊 對啊 因為妳答錯 就欠我們三千啦 這裡又扣三千 加起來就負八千啦 我們是高粒蛋也不掉 所以大家如果這個皮鞋呢 在下雨天的時候回來 腳濕濕的 塞一個豹子在裡面 而且豹子還會把那個鞋撐開 所以不會變形 又便宜 對 然後那個水氣 就到那個豹子上面 對 它自然乾掉 對皮也會比較好 你用去烤它的話 那個皮會變形 對 會變形 對 又長姿勢了對不對 Yeah 好啦 下一道題目 來 Apple的美食題 美食題 請出題 好吃的紅椒Shift To 是用肉泥做成的 請問製作肉泥時 除了剁碎外 哪一個方式能產生較大的黏性 產生較大的黏性 這個會做菜大概 今天這個皮鞋 一片比較簡單 哪有簡單 這個簡單 這沒做過可能不行 大爺的臉好像有擦腮紅 好紅喔 我都不敢好笑 破皮了 等一下就流血了 破皮 我的天啊 破皮啦 好 Apple 答不答 我跟你講不要這樣 我大概知道 但是我不確定 所以 所以我 不答 不答 給誰答 妳看哪一個露出不安的眼神 有錢的先扣 我覺得 超平靜的 他露出不安的眼神 為什麼不安 他只是眼睛小 妳非常不安 妳已經露出不止不安 而且已經 變成單眼皮啦 我本來就單眼皮啦 他本來單眼皮啊 對 變雙眼皮 等一下 他真的是單眼皮 還是單眼皮 沒有啊 算了啦 算了啦 我覺得黃靜雯有點慌了啦 不好意思 還是單眼皮 還是單喔 好 各位 請就定位 你們兩個這樣曖昧欸 一直那個推來推去 誰叫他剛剛也陷害我 我是愛吃的 應該會答對 好的 我們的黃靜雯先生 請出題 請問製作肉泥時 除了剁碎外 下列哪一個方式 能產生較大的黏性 黏性喔 A 加水 B 摔打肉泥 C 加碎的肉泥 D 加蛋 喔 這好像都是啦 獅子頭應該沒有加蛋吧 如果好吃的獅子頭 有個秘訣 加碎的肉泥 你一顆完了之後啊 你要放到油裡面稍微炸一下 啪嗤 所以它外面脆脆的 然後那個滷汁有沒有 放一點白菜烤到裡面 喔 喔 好啦 我直接選好了 你確定 這麼猛 對 我 反正我選最不可能的答案 最不可能 摔打肉泥 確定嗎 B B是嗎 因為拍的時候 可以把那個肉 可能拍得更緊密 一起來看看 更緊實一點 到底是不是摔打肉泥 請看 不對 答錯 什麼 妹妹 我脫髮被脫 妹妹 妳在幹嘛 妳在幹嘛 放大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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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吃吃吃吃蛋的小孩 這是什麼小孩 好刺激喔 這好適合那天 很痛嗎 你帶回來啦 你好 帶回來 不要 我要讓他們再嘴巴 沒有 沒有 是確解答是加蛋 我吃獅子頭都沒有蛋味 增加黏性這個可以接受 但是我忙看人家做的時候 摔打肉泥的話會 他說的會讓肉吃起來有彈性 會QQ的 但是不是黏黏的 對 因為我媽常常有刷 我想說搞不好真的是刷 加水的話 是會讓那個吃起來 有水分的感覺 了解 所以應該要加蛋 加蛋 糟糕 妳看這一題 加蛋黃 加的是蛋黃 我不是全蛋 還是要炸一下 炸一下之後再拿 很好吃 好不好 加蛋黃 記得了沒有 馬上看下一道題目 黃靖瑋要主答的生活題 請出題 夏天到了 佩佩希望可以穿上美美的泳裝 所以每一天都積極運動 請問哪一種運動消耗熱量最多 好啦 這個我來了 這個我來 我最多比基尼了 來 這好想回 最多比基尼跟運動有什麼關係 平常 答不答 不答 不答 又不答 為什麼不答 又不答 兩次都不答了 不答 沒有把握啊 因為消耗這樣跟消耗脂肪不一樣 喔 對 我決定是讓愛運動的大眼回答 欸 欸 我來那邊跟你講這樣 從哪裡看起來愛運動啊 他打網球的耶 大眼是打網球的 他是體育醫師畢業的 可是我是體育醫師裡面 就是我運動在樹下的 你是幹嘛幫人家計分啊 這顧包包喔 後來沒有繼續往體育來發展 沒有 因為就懶得練球了 他們全家人都是體育 這麼厲害 對 欸 你看這個 所以 對啊 這是什麼結論啊憲哥 爸爸媽媽都希望你是體育選手對不對 好 我接下來會同時往前拍 好 來 來 請就位 就是你啦 我覺得 爹地我還是會拿錯 SIT DOWN PLEASE 請出題 請問 請問下練運動中何者消耗熱量最多 A 跳繩30分鐘 B 跑步60分鐘 C 游泳30分鐘 D 打網球60分鐘 打網球 網球有來喔 消耗熱量最多的 對 有沒有 有沒有 跳繩原地跳30分鐘 很累 手要動啊腳會動啊 有沒有 跑步60分鐘 跑步也很激烈啊 跑步60分鐘可能是屬於慢跑 衝刺的話那不得了 游泳30分鐘手腳並用 全身都在動耶 真的 而且看是什麼事 打網球60分鐘 我不用講你最能感受 是 喔 有提示喔 哪有提示 你們不要一直騎騎楚楚 我還沒答啊 還沒要懲罰 騎騎楚楚 幹嘛罵工作人員 好啦 第一 我相信打網球是可以 消耗很多熱量 你看我看 喔 確定嗎 完蛋了 完蛋了 確定 一起來看看是否正解 來 欸 幹嘛啦 欸 幹嘛啦 欸 誰抓了 喔 誰抓了 喔 誰抓 喔 誰抓了 還有那麼大哭 我就說不行 騎騎楚楚 喔 好不服 太多了吧 哇 好猛喔 停 沒有 後面工作人員笑得好特色 想報名啦 來 正經人 可以打他欸 我多想打到 被打到 被打到 大得 喔 YA 你們兩個是有什麼深仇大恨嗎 沒有 我跟你講 妳根本不了解年輕人好不好 有這種舉動的時候 打是情罵是愛 都是有一種愛意的展現 喔 改天呢 看到 看到大爺跟小優兩個人去溜冰 看電影 妳就不要覺得奇怪了 喔 我們還真的蠻想溜冰看電影 真的嗎 真的假的 對啊 因為以前是團體都是好朋友 大爺是妳喜歡那一型的嗎 大爺是妳喜歡哪一型 我喜歡那個要曬黑一點的 因為他最近變白了 對啊 要再曬黑一點 他最近比較少打網球啊 難怪會打錯 那大爺喜歡哪一類的女生 喜歡女生 真的嗎 我喜歡那個 為什麼那個皮膚黑的女生 皮膚也很黑啊 妳是黑條色 垃圾 正確答案是 游泳三十分鐘 就是剛剛有提醒你啊 游泳是全身的運動 所以他消耗熱量是最重要 其實是網球 所以還算全身的 因為要一直左右跑啊 對 但是網球六十分鐘 消耗是三百五十二卡 喔 對啦 網球是因為當中 他還有揭發球時間 有沒有 還要在那裡撐 對 手環要這樣子 那游泳就不一樣了 就一直游泳 還要在那裡調節呼吸 對 超累的 正確答案是游泳 對 游泳 下一道題目 來 下一道題是旅遊題 來 誰的題目 小優的主答題 請出題 請問到日本旅遊時 如果我們想要買水果 我們應該走進有哪一個招牌的店面 喔 沒去過日本 日本通 那我絕對不會選你的啊 日系的花美男 厲害 所以你答不答 我不答 不答可以誰答呢 我給自己以為很聰明的那個妙麗答 喔 女生 女生有心結喔 不相信妳有去日本 喔 Apple有相信 Apple她也蠻日系的啊 但 她有去過日本 但買水果真的有點 不知道 現在大部分都是去超市買 對 她會有人去水果看 好 請就定位 好想看妙麗被處罰 到日本買水果該怎麼買呢 走進哪一個招牌的店面呢 請出題 請問到日本旅遊時 如果我們想要買水果 我們應該走進有哪一個招牌的店面 A 八百屋 B 瘋船 C 鍋子廠 B 瘋旅廠 啊 還好我知道一兩個